iPhone很多人覺得 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它螢幕這麼大 功能這麼多 大家沒事就拿來上網玩遊戲 問題就會產生在 電力的部分 那電池該怎麼解決呢 我們除了 可以安裝一些軟體來看目前的電量 我們查查看 之外 那我們在外面最需要的就是 電池 我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叫Juicy Pack Juicy Pack 它是一個電池被蓋 它是 後面有四個燈 出門前你可以先看看 還有三個燈還可以充電 表示還有電量 出門在外不用擔心等一下會沒電 那這個的好處呢 就是說 電池被蓋的好處就是 它只要跟你的iPhone接上去 好 就完成了 就看到上面有沒有 開始充電的符號出現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按後面看看 現在 那這樣的好處在哪裡呢 就是 看你的話量 如果你的電話講話是很多的 就是說你每天要講很多電話 那這種方式最好就是說 因為你可以插著 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 不需要像牽著一條線 那它的好處就是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後面就是一個迷你USB的接頭 接著你假設忘了帶標準的同步線 你很容易跟人家接到 迷你USB的接頭來充電 或是說來同步你的iPhone 好這樣子 再加上呢 JuicyPeg它有1800mAh 所以說它可以讓你的iPhone 可以充滿一次 好 那在充電過程中 熱 會變成會有點熱熱 這也是正常的 所以說大家不用擔心 好這就是 JuicyPeg 電池被蓋式的這種 呃 電池備源方案 好 這個就是 之前 再來就是 順便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它相當緊 所以說 如果你的iPhone有包膜 是完全不能用的 因為它是完全合聲的 這是為什麼 因為在預防你這樣子 在講電話的時候 不會因為手這樣一甩 欸 iPhone就飛出去 所以說 合聲是必要的 那要怎麼拆呢 我盡力教大家 這兩個孔壓下去 推出來 就可以抽出來了 好 就在iPhone4.TW的 精英檔上面 有影片介紹 好這就是 JuicyPeg JuicyPeg